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病的人要倾听他们的倾诉 心中的忧郁和焦虑 时间长了 他接触的都是愁眉苦脸的人 所以他被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和情绪感染 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忧愁不快乐 日子一久 他觉得心中的压力非常的大 为了平衡自己的情绪缓解压力 他经常去看喜剧 而且看喜剧节目时候 有意的让自己大笑一番 有一天 菲利普正在低头看一位病人的简历的时候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 医生啊 我很不快乐 生活中没有让我能够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我真想死啊 这个时候 菲利普医生抬头一看 哈哈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居然就是让自己捧扶大笑的喜剧演员 这样的巧遇让菲利普不仅哑然失笑 他低头想了一下说 好吧 我看这样吧 我当一天喜剧演员 你去当一天心理医生怎么样啊 喜剧演员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是看他 这个医生一脸认真的样子 又不像开玩笑 所以考虑了片刻 好 我们试一下 来换一换 喜剧演员找了一天非常合适的 做了一天代理医生 除了药方 由这位菲利普在门后面给他开 其他的这个喜剧演员 有模有样的询问病人的病情 并且努力的开导病人 你要寻找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 你要想通 要想明白等等的开导病人 医生在喜剧演员的教导之下 也在戏剧院表演了一幕喜剧 他忘却了当时在台上 医生的身份 在舞台上 他装疯卖傻 惹得观众捧福大笑 站在舞台之上 他看到台下 有这么多的人的笑脸 他的心情好极了 之后两个人又恢复各自的身份 有一天喜剧演员又挂号看病 他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找到了平衡点 现在我知道了 其实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我的每一个喜剧动作 会给别人带来笑脸 这就是我的成就 我不想死了 因为我的存在 可以帮助这么多不快乐的人 让他们获得生活上的平衡 医生也笑着说 是啊 我也要谢谢你 让我有机会知道 我也有能力 让更多的病人笑颜常开 减少病痛 从此以后 当病人坐在就诊室 等候就诊的时候 经常可以听到 菲利普医生 在诊所传出来的幽默的话语 和病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啊 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让别人发喜开心 就叫功德呀 一个人能够让别人想开 想明白你就是菩萨呀 自本容颜连我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